本身的酒吧客人可能都去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那裡來講是一個 開始著一個比較大型的群組式爆發 一定是要切斷,要盡早將那樣的切斷 那現在的那些員工呢 其實就已經是,譬如說那百多個隔離了 那樣東西不夠的 因為你還有一些,以往去過酒吧其他客人 他可能再去其他酒吧,或者去其他地方 那裡是有機會令到那個擴散繼續延續 那你希望政府可能有些政策 就說在這段時間有一些類似的娛樂場所 其實就是可能真的要暫停營為 十四天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聚集、食肆 還有其他所有類型的聚集 我想都是要盡量減少限制人數或者其他 但是你說純粹限制每一台的人數幾多 那其實裡面那樣沒什麼異議 因為你一台人數幾多的 然後很多人就聚在一起 那其實也很多,一間酒樓裏面 政府或者世衛都說 你說是大家保持兩米在其他地方 但這件事不單止在一個城市裡面不設實際 或者你做的地方不設實際 保持兩米沒用,為什麼呢? 你在一個自己的工作的地方 大家走來走去的時候 你如果是仍然口沒還飛的 其實你會染污在桌子,染污在其他地方 我們還沒主要說整間廠裡面 或者整個工業大廈裡面 會不會用這個防病毒的塗層 如果你噴污髒了所有地方 大家仍然走過,你又碰到我碰到的時候 不用兩個小時,其實大家都一樣中了一招 所以就算是在一些,譬如說你坐得梭也好 在一些辦公的地方 只要是多人在那裏做事裡面 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裡面其實都不能夠保護到大家